凌晨 这里道洞可不傻 走 去摸摸皇户 不信 哀哀哀哀 怕鬼啊 瞧你那个怂样 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尽 大哥 臭女孩们 你找死吧 嗨 两个道洞贼而已 本小姐轻松搞定 耶 这还不少 不来就不来 难道我一个人还搞定 什么 又不是出出茅座的菜呢 不过两个小费而已 那百姨出下还不是手到擒来 大哥 别走啊 大哥 大哥 还跑 别走 给你的元素化化 臭鴨没人搞我踩了 还活着 没想到这下面还有做古墓 是个武将的墓地 治疗了 您最爱的神仙酿 现在您敞开盒 我也不会再唠叨 想着您忌日快到了 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 许久没人的屋子 分为冷清啊 也就师父您好这一口 三个月前 我遵循您的遗愿 下山红尘练心 还记得山脚下的三炮和胖子吗 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 多亏从小跟着师父您 看了那么多古籍 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 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 师父 嘎巴拉到底是什么 还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 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 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 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 度过了多少岁 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怨 没想到 这番奇遇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 师父 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 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我究竟是谁 牵手 尼可 出事了 胖子 你看一哥像不像个神怪 确实像 挂下检视 摆出下有生命危险 都怪我们 昨晚不该上约的 我回山顶老宅前 咱们不是说好了 由你们俩派出下 去追查盗墓贼 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 结果把这个事给忘记了 今早看到群消息里 有摆出下发起的语音通话 可惜我进入后台 也查不到它的正确方位 离挂为正南 胖子 搜索下正南方位可有目的 确实有 在城南荒郊 我们走 四面环山 如梅花环抱 时乃梅花捧之处 此方墓葬地 乃仙人之体 仙人没见着 盗墓贼倒抓住一个 一哥 刚才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在这四周查看 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 刚把他弄醒 这人就磕头认错 说自己今后再也不到墓了 昨晚 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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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 我说 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 信不信 我把你关起来 别 别 别 我说 他们被 被墓地吞了 就 就 就是这里 老大逃走后 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 结果他们一起掉了进去 不想下去见点恍惚 嘎巴拉在发射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你们看好他 我下去找出现 大可不必 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三胖 我 愿意守在上面 死胖子 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 我送你们的玉佩都带在身上吧 那当然 这可是保命的宝贝 怎么这么黑啊 起开 你大赢的别贴着我 好男人还怕黑 孙胖 别想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 哼 谁稀罕 等等我 别做了 别做了 别说了 我打游戏 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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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哥 快看看 这是什么宝贝啊 就在那儿捡的 得亏我火眼睛睛 看这品香值不了几个钱 别拿牧师里的东西 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对对 咱不能赶盗墓贼的勾当 可是 清宝阁这个月的房租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急什么 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跟上 这可真冷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怕黑 是 浴室不要慌 先把手机掏出来 拍个照片 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 大家不要随便出没任何气味 这里怎么会有太极镇 看这规模 这个墓的主人 不是王侯 也是将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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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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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 嗯 嗯 嗯 啊 金石只会出现在金之地 小霸啊 干什么了 耳朵都要被你走了 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极英之气 它能引发诸多异响 选择极英之地落层 恐怕是要让这牧主人永世不得转生 这竟然是韩武王朝时期的目的 韩武王朝 那个传说中的 那我得看看 别动 别动 开玩笑了 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追得多 丑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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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极英之气在刀鬼 还好一个反应怪 有 就是 我 我 丹蝉 接着 只能试试着扶针啊 三胖 胖子 你们想办法牵制住百苏夏 我启动地上的扶针盯住他 死胖子 快来啊 你拼了 一哥 你这又是做什么法啊 痕气入体 初夏已经被极营之气控制了 要救他 只能在极营之地逆转法阵才能逼出寒气 一哥懂得可真懂 哎 当初我们也应该留在山上 跟唐老学学本事 可惜 这些法术并非师父所守 好 怎么样 这里要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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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哥 我可不想被活埋在这里啊 我们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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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最新消息 今日上午十点 唐城城南墓地发生坍塌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有关部门赶到后 迅速化解险情 并在现场捕获益盗墓贼 据文物部门介绍 塌陷深处露出一座古墓 专家表明 有可能是韩武王朝时期的古墓 可惜因受损严重 还需进一步考证 他会不会 我已经用真元 封印了他体内的基因之气 但是 必须在一个月内 重新找到基因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痕迹 否则 我也不能为力 你们快看 基因石 一哥说过 基因石只长在基因之地 我们立刻出发 去找这个阿民宫 嗯 可算是到地方了 一间航班真不是人做的 哎 死胖子 你就是到省钱 嗯 嗯 去 卡丽没什么钱了 不省着点花 我们喝西北风啊 你 哼哼 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民 便在这个寨子里 请他给我们当向导 尽快找到溶洞 确定是否是基因之地 嗯 那溶洞在原始森林中 我在网上想尽办法 也查不到他的准确位置 初夏 我们该进去了 好 好 如果那个溶洞真是基因之地 那你就有救了 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阵 彻底清除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别担心 我用真源封印住了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你现在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只要一个月内 彻底去除这股基因之气 就没事了 一哥 我们真的要去会安那个溶洞 当年的宋创小队可是团灭啊 要救百初夏 找到基因之地是唯一的办法 值得去试一试 那天 若是我们陪你一起去 你也不会出事了 是我自己没用 现在还害得大家 难道要我们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 抱歉 我做不到 一哥说得没错 再说了 我们清卯阁当初差点关门 多亏了你介绍那些老主顾 才撑到了现在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们三兄弟可是明事里的人 你这狗嘴里难得吐得出象牙 有本事 你吐一个给我看看 这 那 谢了 不过 我一定不会再拖后腿 他们在干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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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哥们 这是在干吗的 这几个外乡人来买木头 你们难道也是来买木头的 不 我们是来买人的 不不不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什么木头这么值钱 还专门来买 黄花梨木 惠安省的黄花梨木颇有名气 其色则黄润 纹理柔美 并香气沁人 因稀缺 导致所做的家具 把玩佩戴物件 急剧收藏价值 听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啊 非罚采罚啊 够你小七年的 阿明可是有正经的伐木症 阿明 是十几年前发现溶洞的阿明 什么溶洞 根本没这回事 这是会计 这 不会计 白老板 前些年偷发现象太严重了 森林里木头少得很 这几根黄花梨木 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若不是要给孙妮治病 我还准备再放个几年 价钱肯定比现在翻个一番 白总 这批野生黄花梨木 品香不够 值不了几个钱 这 这个 石墓九空 能开除的格还非常小 根本不会开除鬼脸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阿明白辛苦一场啊 他还指望着这笔钱 给孙女阿珠治病 阿明的命可真苦啊 几年前的车祸 带走了阿珠父母 阿珠也瘫痪在家 叶哥 黄花梨的格是什么东西啊 有格材值钱 嗯 格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 俗称新彩 呈红色 越是年久 颜色越深 也越珍贵 哦 嗯 阿明公 虽然赵老师 鉴定这批木材不值钱 但作为咱们的第一次交易 我出八万 买下它们 八万 这也代表了我的诚意 希望你下个月 再有一批黄花梨木 若是里面有精品 价格 一定功耗 这批木头 这批木 森林里的黄花梨木 要隔几年才能采法 你们会不会看错了 这批木头怎么会差呀 呵呵 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 赵老师是业内著名的木材鉴定专家 也是我白氏珠宝特聘顾问 你若不接受我的鉴定 那还有个办法 把每根木头都开出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隔 万一是我看走眼了 出了大隔 那阿明公就赚发了 但若全部都没有隔 白老板这钱 你也别想拿 那就这么 我求二十万 买下这批木材 啊 快去 喂 我的义哥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我替他出 啊 呃 呃 呃 你姐妹儿 大气 呃 这批黄黄梨木 看 看 随意看 白老板 放心 这批黄黄梨木 没人敢跟你抢 呵呵 这位小兄弟 鉴定木材这块 可没有什么简陋的机会 也偷积不成十八米 这没轻 没轻 这没轻 没轻 这没轻 没轻 这没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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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啊 老师可是有几十年的 鉴定木材经验 我那知名专家 他说这批木材不值钱 就是不值钱 这批黄花梨木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我出的二十万 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师 多说无意 这位赵老师 那要不要猜一下 看看你和方毅 谁的眼光中 你们各挑一根黄花梨木 来解木 谁选的木材价值可 这张卡里的五十万就贵了 敢不敢答应你 我的乖乖 没想到夏姐姐这么有钱啊 你可真对我有信心 那当然 白总 您看 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 方毅 赵老师 答应方毅的要求 若这方毅真有这般眼力 嗯 倒可以请他为我白事服务 阿民公 您老放心 不管解木出来的结果如何 我这二十万 不会少给你的 嗯 就这根了 方毅 不另选一根 这根木材品相如此低烈 我怕我赢了也胜之不武啊 一格选的木头也太细了 估计有点悬啊 不了 就他 哼 不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也想赢我 崖子里面拔将军吧 这批木材 也就这根还不错 你来解木 里面估计能出格 我来吧 这样快一点 不行 万一你倒了 方毅既然有这个心 就让他来吧 这美女是不是看上我们一哥了 这美女是不是看上我们一哥了 赵老师 恭喜你 这棵黄花林木开出了阁 没想到开出的阁这么大 都快赶上方毅挑选的木头了 赢定了 惭愧惭愧 之前我看走了眼 这个阁的价值就不止十万 黄义 不好意思 这局你输了 一哥输了 我选的还没解开 赵老师别心急 既然你要硬撑 那就随你 老师 年轻人哪 鬼脸 竟然开出了鬼脸 什么是鬼脸 律师不懂就查资料咯 如此清晰的脸阔 耳鼻真乃清水出芙蓉 一脸值万斤哪 我出四十万 买着鬼脸 我出一百万 阿民宫 这批木材 我全要了 老师 老师 难怪我会说 就因为你带了这块书 这 这也不行的 方毅 我是唐城白氏珠宝的白素希 想邀请方毅先生前来做客 有机会会前来拜访 我等你 小哥 这次多亏了你 有了这笔钱 我孙女的病也许就有救了 我拿出十万作为感谢费 实不相瞒 这次我们是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有什么事能用得上我阿民 尽管提 跟我来 走 不行 绝对不能再去那个痴人的溶洞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查到的消息 但方毅 你绝对不能去那个溶洞 我们必须去 只有在那里 才有可能为同伴化解极因之气 阿民公 请您为我们带路吧 不行 阿公 怎么了 阿公 把你吵醒了 你吵醒了 我说他 或者我有办法 让这位姑娘重新站起来 阿公 我愿意让这哥哥试试 好 小心点 现在不宜多走动 阿珠 爷爷 阿珠 你的腿 阿公 我能走路了 谢谢 小意思 谢谢你们救了阿珠 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带你们到溶洞的 阿民公 请不要把我治好阿珠的事外传 我明白 这灯神迹 只有千年前 我们寨子供奉的仙人才拥有 我绝不会给恩人惹麻烦 我说 我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黑熊 不需要警惑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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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 我可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 我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姐姐可 瞧你那什么样 最冲 我翻脸了 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 你别多谢 我没事 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 溶洞就在那儿 慢点 嗯 嗯 嗯 你 你 我 你 我 你安全 小心点 抓紧了 嗯 嗯 嗯 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 这有点像八卦阵法 看来阿民宫先前所说的仙人 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 走吧 溶洞就在前面 这种孙爽的滋味告诉我 咱们没找错 不要枉下结论 阿民宫 你就在洞口等我们 二十四小时后 我们还没出来 再找人来救援 我 山人 井 Wide 救我 恩公 老杭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陪你进去 阿民宫留步 我们会尽快出来的 可是 阿民宫 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义哥了 别忘了 他可是义能者 那你们千万别逞强 若有不对劲 立刻出来 能抵御急银之气的护身玉佩 都带上了吧 保命的家伙 怎么能忘 我在这儿陪阿明公 露老柯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想什么呢 给我跟上 走 千万小心哪 我们离急银之地 应该不远了 ily 发 发发 发 cache了什么 这荣动不对劲 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老 是 虽然还没有看到机音室 但卦象和寒气所示 这个溶洞 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嗯 可算找对地方了 可是 为何看不到极音石 我记得你说过 极音之地 定会出现极音石 害地极音 万物终结 极音石线 阳气覆灭 兴许就在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 去除你体内的极音之气 嗯 嗯 怎么了 又变异了 我刚才 又犯病了 嗯 你被这里寒气侵蚀 引发了体内的极音之气 还好嘎巴拉暂时将极音之气 控制住了 能控制极音之气 方毅 能不能给我 女孩子还是斯文一点好 别对我家方毅动手动脚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嗯 哪个意思 闪一边去 嗯 抱歉 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乖乖 一哥还有父母啊 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一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师父捡到我时 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 这义能 是嘎巴拉让我为主后 赋予的能力 我的父母应该也是义能者 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 说不定哪一天睡醒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一哥 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 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 义能者的信息 不然追溯到十八年前 也许就有线索了 兄弟们 行领了 我的事不着急 先把出下的问题解决 现在已经能证明 这个溶洞 便是一处天然的极音之地 刚才 是不是寒气 引发了我体内的极音之气 若非如此 我设置的封印 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 走 去找溶洞里 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不 都 在溶洞里出现了水晶 说明这里有地下安和吧 嗯 前面有水的机器 就没什么 赶紧给我跟上 放开我 周三胖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又怎么了 快跑 快 朝鞋跑 这些水晶怎么突然就炸了 那是因为我们快到极营之气最盛的地方了 每当这里的寒气爆发 这些水晶就会周而复始地破碎再凝聚 那我的护身玉佩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 我可没碰它啊 它自己就裂开了 我的也碎了 看来我小看了这里的寒气 接下来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 等我半个时辰 你们原地休息一下 别随意走动 哦 哎 胖子 你想不想 嘘嘘 我不想 我没有 你别瞎说 我说你有你就有 人有三级啊 胖子 别害羞啊 咱们到了 走走走走走 你大哥你就直说嘛你 行快赢了 尽快走 尽快是尽快去找一哥 走 娘 别过来 别过来 算吗 你 还有你的头子药啊 我打怪我没了 一个 救命啊 还好 他们只是陷入幻境 难道没有护身玉佩 他们撞邪了 看见水潭了吗 寒气引发水潭弥漫水气 封闭了他俩的无感 由此被困在幻境中 都是很准确的 封闭啊 阿兒 跟你們說過 不要隨意走動 剛才就被水潭蔓延的水汽給迷住了 人有三疾 這個哪裡控制得了啊 就你理由最多 死胖子 你敢挑釁我 不跟你一般見識 我感覺 水裡好像有東西 你別也被水汽迷住了 你別也被水汽迷住了 走吧 忽生玉陪都搞定了 我們繼續向前 你別殺了 你別殺了 你不要殺了 我不是殺了 你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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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 再堅持一下 這裡寒氣如此重 離那幾因之地 應該不遠了 你的寒毒又要發酸了 我先幫你壓制住 可這樣 你的真緣消耗太多了 沒事 我撐得住 走吧 謝謝 這位美女啊 別聽這個厚神說的 她呀是在撒謊啊 唐城古董街魚龍混雜 你還是看準了再買 你 美女 我嚴格擔保啊 這 你這東西做的 確實能一假亂真 但是有一點細節沒堅固到 洛城氣候濕潤 出土的青銅氣袖層豐富 袖質堅硬 你這假袖層做的 草帥了些 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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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說八道 我不賣了 我叫百初夏 是個熱愛古董的文物獵人 我叫方毅 略懂古董 小偉的文物獵人 這裡有吉銀石 吉銀之地 你應該快到了 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 走吧 神仙是什么怪物 你怕什么赶紧去帮方议他们 铺鬼木 本草灵物精的灵魂怎么会出现在这 你们别过来 这是铺鬼木 都别过来 寒气冻了这些 铺鬼木刀枪捕朱 连火符也奈何不了 铺鬼木刀枪捕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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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枪捕朱可不听我使唤 那他怎么自己就帮你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进入这里后 铺鬼木刀枪捕朱好像变得活跃许多 还有那个阵法 难道以前这里 有异能者来过 我们先去几阴之地 赵福珍 走 好冷啊 看来这里就是几阴之地了 好家伙 这鬼地方连石头都怪不怪样的 少见多怪 这叫大自然的鬼谷神功 那是谁 福珍 这和古墓的福珍一样 丑家 你有救了 果然没错 曾有异能者在这里待过 这阵法就是他们修炼几阴之气时留下的 我逆行阵法 就可以去除几阴之气了 朱夏 你快坐到阵中 可巴拉怎么这么听话了 证法几乎了 你行真远 去除阴镜 一哥 那些极鹰石怎么在冒气啊 那是极鹰石里的阴气 被阵法催发出来了 那我们躲在这儿 一哥 那是什么动静 他这是要阻止一哥实行阵法 我没想办法偷住他 动手 我的瓜瓜 这大交互 比外面那些小怪强的不是一丁半点啊 小废话 快拦着他 这武枪 胖子 你来当炮手 掩护我 那你呢 我去放倒他 那你呢 我去放倒他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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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给我躺下 有胖年代 你休养过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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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干嘛啦 去 威力居然这么大 初夏 你怎么样 我 没事了 来 快离开这里 好 这是 嘎巴拉 一哥 这石像怎么也有嘎巴拉呀 哈哈 哈 拆开 嗯 这里不是极鹰之地吗 怎么怎么会有这么热的气流啊 这洞穴和喀巴拉 那些纹路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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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钥匙打过了 里面那股热气崩出来怎么办呢 这符纹跟喀巴拉的一模一样 我要进去 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 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 这护身鱼佩又快顶不住了 我的也要碎了 怎么办 我的也是 这种软玉露刻的玉佩 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 方医 先离开吧 你们的玉佩撑不了多久 我以后想办法再来 对对对 先回去再想办法 快 走 走 动作 软玉不行的话 用顶级应玉呢 顶级应玉 顶级应玉 那就可以无需顾忌极端环境 可惜 这种玉可遇不可求 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应玉 你们想去翡翠公盘买顶级应玉 那真是找对路了 不过 玉佩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国家之内 多方势力战乱频繁 这些人 把持着所有翡翠矿口 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们还联手管控翡翠的交易 想买翡翠 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公盘才行 我觉得 我们这次肯定能找 你看 我们刚准备去翡翠公盘 就碰到白老板也要去哪 还顺烧没成 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 就是 而且 白老板又是翡翠公盘的常客 到底能给我们指令一二 我们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呢 不用客气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到公盘那边 如果有剑狱上的事需要帮忙 你们尽管开课 有方毅在 我觉得剑狱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也很期待能看到方毅在剑狱上的神奇表现 本会儿有个健保大咖 也想认识一下你 那位大咖 那位大咖 余老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方毅 幸会 方毅小友比我想象的还年轻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敢当 余老在鉴定界的大名 我们可是如雷贯耳 没错 余老那些健保的文章 我可是都看过 专业造诣很深 气敌性很强 看了那么多还经常打眼 都看到狗子身上了 你 你 那都给你一本见识 那 是小魔王 这松鼠是我几个月前捡到的 我见他古灵精怪的就留在身边 小友认得他 他是师父以前送我的小伙伴 后来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是那只小松鼠啊 他还活着 白老板 看来我跟方毅小友真是缘分匪浅哪 你老那我们出发吧 不急 我有个朋友刚好有事情要去那里 我托他顺便护送我们过去 应该快到了 瞧吧他来了 唐家公子松兵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唐家吧 好 正是 好 抱歉于老 让你们久等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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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营里修整一下 估计完毕再出发 好 哦 哎 胖子 以前就听说啊 彭家是御国的几大势力之一 今天一见 名不虚传哪 御国这种地方 再大的势力也得如履薄冰 搞不好就要翻车 好 你们彭家 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公盘的家族之一吧 嗯 翡翠公盘价值巨大 谁也没法独揽 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 好 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 敢问贵姓 哈哈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方毅小友 幸会 抱歉 刚才你向我伸手 他以为你是要对我不利 冒犯了 哈哈哈哈 虎妹 我们的枪口 可不是用来对着客人的 敢对兵哥动手 崩了你 想不到方毅兄弟 身手如此了得 我们来切磋切磋 哦 什么 兵哥 你伤势还未完全恢复 我带你来切磋吧 这怎么行 难得碰上个让我欣喜的对手 我肯定要亲自切磋下 推下 嗯 来吧 方毅兄弟 冰哥 我看算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哎 来吧 这点小伤不碍事 方毅小友 你还是答应彭冰吧 他这个人啊喜欢格斗 看到高手就挪不开脚 你要是不答应我看他 今晚是睡不着了 是啊方毅 人家彭公子一路护送我们 后面还要护送我们呢 你就陪他玩玩吧 只是普通切磋而已 不必太当回事 好吧 彭冰啊 你可要点到为止 方毅小友跟你格斗场上的那些对手 我可不一样了 月老你放心 我会伤到你朋友的 我的乖乖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哎 这旁边竟然是著名的黑拳冠军 成名多年了 一哥他 我对方也有信心 哎 你们觉得兵哥几招能力了 十招 哎 你太不了解兵哥的实力了 我觉得五招 几招五招 但我相信 你成不过一分钟 痛快 你果然是个好对手 这是斛 奸小 tsult 阿兵小允 登陈晓弃 akin 紧接着旻王兵壮准 痛快 再来 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了 多谢兵哥手下留情 哪里 我可没留守 兵哥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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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哥 站住 兵哥 你被兵哥做了什么 你先把枪放下弄清楚情况再说 虎妹啊 你冷静一下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方毅小友和蓬斌只是正常切磋而已 虎妹 别误会 是我究竟复发了 可兵哥以前究竟复发从没这么严重过 我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紧 兵哥 我跟师父学了点奇皇之术 让我给你把把脉 虎妹 兵哥最后没事 否则我毙了你 兵哥 你这外门功夫修炼到极致 内加功法却不怎么精通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观兵哥脉象紊乱 气息挫杂 经脉之间多有堵塞 符合内伤严重机遇之相 想必兵哥平时只注重修炼外加功夫 属于用内加功法调及经脉吧 兄弟 杭下 我确实对内加那头不太感冒 可兵哥以前究竟发作后 很快就缓过来 怎么跟你动手就这么严重 这得怪我 把兵哥的潜力都逼出来 才导致救急爆发的 那现在怎么办 方姨 你既然找到原因可有办法解决吗 彭兵可是彭老爷子亲定的接班人呢 于老 我会尽力的 虎妹 你把兵哥送进屋里 我会为他疗伤 其他人就在外面等吧 兵哥 你先按我教你的土纳法 从内部调理下受伤的肺腑 待会儿 我会用金针从外部 帮你压制伤势 很好 保持呼吸节奏 退彭 trabaj 冰克 一哥可别把人给整废了 不然我们都完了 乌鸦嘴 稳住了 原来那家功法还挺玄妙的 找你这涂纳之法 确实舒缠很多 不过这里还是隐隐作痛 感觉很闷 还有条筋脉堵塞住了 好 嗯 这是前所未有的书台 散去了你多年练外功机遇的淤血 经脉也全部通畅 以后在外加功法的修炼上 还可以再进一步 谢谢你 兄弟 兵哥 你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大家听好了 从今往后 方毅就是我彭冰的兄弟 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去对他 是 一切都像少主月亮的一样 彭冰已经进入中心地带 快就可以把他引入往中了 很好 顶紧点 我不希望听到彭冰逃掉的消息 是 这次绝不会再失败 那就好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这边很乱 但每次翡翠攻盘开盘 世界各地来的客人都非常多 可惜我有钥匙要去忙 就让虎妹给你们当保镖 陪你们进去吧 不行 兵哥 你这趟危险重重 我必须跟着你 兵哥 你这趟是要去哪 我也不瞒兄弟了 我这趟来中心地带 确实比较危险 各大势力之间 向来维持着基本的平衡 但最近 李家疯了一半 到处挑起战虎 还出动推伍 逼近中心地带 意图要独霸公盘 所以我们彭家 就联合其他家族 一起向他们施压 希望他们停止扩大势态 我这次来 就是要和其他几家势力的代表 一起跟李家谈判的 李家最近的所作所为 我听过 经常上头条 这次李家来谈判的 是他们的少主李世豪 那可是出了名的阴险小人 总是像条毒蛇一样躲在角落 等着逮到机会咬人一口 让兵哥独自去跟他谈判 我不放心 既然这样 兵哥还是带上虎妹吧 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有我也应付得了 不需要保镖的 那好吧 你们自己小心点 我们进去 这个翡翠公盘有明镖和暗镖两个区 我们刚才逛的就是明镖区 那里的原石都是现场竞买 价高者得 这里就是暗镖区 大家都看到了啊 光线很暗 这是主办方故意给建域增加的难度 所有原石都可以竞标 相中美快 在底价的基础上 把自己的竞买价和原石编号填在竞买单上 投在标箱里就可以参加竞拍了 按标三小时一开 每块原石由出价最高的人标的 这种投标办法高风险也高回报 吸引很多人来淘宝 方议小友 我先陪白老板看看 回头若有建域上的疑难问题 你尽管找我 余老和白老板请便 少主 那几个人就是彭斌最新结交之人 彭斌这人看似满夫 其实心似信任 他一直在结交各方适浪 这几人能成为他的座上宾 恐怕身份不一般 少主看人就是准 彭斌这几年确实结交不少人物 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 他这次要不死 对我们领家就是个威胁 少侯哥哥好棒 初夏最最喜欢你了 小小的 少主 快 我要知道那个女孩的所有信息 是 少主稍等 我查一下 目前只知道那女人 叫百初夏 果然是她 好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突然有种神奇的感觉 准备用嘎巴拉探测原始 嗯 听雨老说 翡翠的品质有翡翠纯净度 也就是肿头决定 肿头按品级高低 可分为玻璃肿 冰肿 懦肿 痘肿 等类 品级越高的应域 肯定能承纳更多的真元 那就可以通过往原石输入真元 来判断其内部的翡翠纯净 真元一碰就裂开的 应该是窦肿 能吸纳点真元的 便是懦肿 能吸纳较多真元的 极可能是冰肿 这些品质 都达不到做英语或神父的要求 还得再找找 这块原始不见 简直就是个真元黑洞 多少真元进去 他都能吸收 怎么样 有发现吗 你觉得哪块好啊 这个不错 底价不高 底价不高 就把他都买过去 我这就去田径买单 净买价比底价高点 应该就能拿下 这位兄弟可是看走眼了 这块原始可是 工盘上著名的滞销品 多少剑狱高手 看了都是直摇头 放了五年也没人选他 您是 小姐莫怪我多管闲事 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在这块费石上浪费钱财 原来是这样 多谢先生提醒了 兄弟真是好人哪 看来是个剑狱高手 小姐如果需要人帮忙剑狱 我可以笑了 好了 别热恋贴人家冷屁股 没看出人家冲着初夏来的吗 不必了 我的朋友就会监狱 他说这原始不错 那一定不会错 看来你们还不信我的话 没关系 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里头能解除懦种以上肿头 算我输 如何 行 那里他做什么 看看四周 这人来者不善 看看他想干什么 这些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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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冰哥 冰哥 现在怎么办 林氏侯那疯子敢对我们动手 说明其他势力的谈判代表 都让他给收拾了 那家伙摆明是要撕破裂 强占翡翠弓盘 我们也去翡翠弓盘 召集最近的兄弟 一起去抢回翡翠弓盘 方毅兄弟 你那边可别有事啊 一哥 你对这大家伙真有把握 方毅小悠啊 刚才我要在场 绝不会建议你标下这块原石 它能出翡翠的几率 可以说非常小 竟敢跟我们寿主打赌 小子 等着输光底库吧 我来解释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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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看来我马上就能赢你了 我同意拿自己当赌注 就说明我相信方医的眼光 现在段叔赢还早了点 对 对对 一哥才下第一刀呢 多一个什么劲 那我们走着瞧 都到这份上了 何必嘴硬呢 去 把我赢的赌注请过来 你们干什么 还没分出胜负呢 别给我乱来啊 要不然炮爷的拳头 可不会客气啊 不会客气的 我还没切完 让他们退下 行吧 不见棺材不落泪 让你再垂死挣扎一下 又何妨 好 好了 好漂亮 这起码冰肿了吧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肿头 但我知道我们要发财了 对对对 这是顶级玻璃肿啊 我还从没见过肿头这么好的玻璃肿 居然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里 奇迹 奇迹啊 要说奇迹 那方艺可是奇迹专业户 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了 切 马屁镜 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 输了就兑现你的诺言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只要你提出的 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不好了 李家打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世豪 来自李家 从现在开始 翡翠宫盘将由我接管 李世豪 你 你是李家少主 原来是李公子啊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知道 除了他们几人 其他人可以离开 等我们李家把宫盘打理好 欢迎再来做生意 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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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走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小勇 你们保重 嗯 你到底想干什么 哼 这个问题 方言 快快开箱 快开箱 你输了 还欠我一个要求 说吧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也不想跟你结仇 放我们走 愿赌服输 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走 对了 我只答应放你们离开翡翠宫盘 但出了宫盘 就不在我的承诺范围了 你们想跑 得快点 走 那小子刚才那一伤 是什么能力 少主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当然 否则我岂不是在夏夏面前 变成言而无信的人了吗 反正宫盘已经落入我们手里 他们就算能出去 少主这招顺水推舟 欲擒故纵 高 高啊 不过我刚得到消息 鹏兵没进我们的包围权就跑掉了 还带人朝公盘这边杀来 是吗 那就在这边解决他 传我命下去 除了方毅和夏夏夏 其他人都干了 可爱 女人 真 有没 犯了 没事吧 救命啊 救命 白总 你没事吧 我的脚 我的脚 别急 我一抬起来 你就把脚 好 我帮你加油 方毅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谁去扶小白老板 走 白总 我来扶你们 不用了 谢谢 我还能走 方毅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现在可不是去救的时候 那变态随时会追来 等一下 他不会是那变态追来了吧 兵哥 我正要去接你们的 没事就好 我的人正在和李家厮杀 你们跟我来 我先掩护你们离开 好 走 快上车 兄弟 你们往那边一路向西 很快就能到机场 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 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 先送你们到鹏家大本营 我们回头在那里回合 那 兵哥呢 李时豪那混蛋 想要独霸翡翠公盘 我可不会答应 你们快走 他们追来了 我们快走 嗯 找到你们了 快 打爆他们的轮胎 高速要捉活呢 你们快走 我来引开他们 兵哥 小心点 走 嗯 分头追 一个都别放 让你 不好的三宝 他们追来了 请 等你 看 我 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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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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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要准后轮再打 谁要死了 烧猪会拔了你们的皮的 是 他跑 他不要开火了 快点 快点啊 丑死了 下子狗眼 老准子开枪 蠢货 是 这些混蛋 有个不散的 他们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 要不停下来 看看他们要什么 我们给他们就是 不 要是他们要命呢 至少我们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不然他们有枪 我们车再快 也快得火人家子弹 不是什么 你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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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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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都打中了大人了 抓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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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駕掉了 快 快 你们机场快到了 快走 方毅先生 您终于来了 兵哥让我送你们离开 多谢 有劳了 我们马上就走 你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带齐了 可别落下什么了 我们来御国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他没落下 其他都没事 小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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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又跑了 我记得在车上还见过他呢 在你口袋里钻进钻出的 那小家伙跟着我的时候 也是经常玩消失 往往好一阵子才会再次出现 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快走吧 离家很快就会打来了 小莫王从小陪我到大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一定要带他回去 我得去把他找回来 我陪你去 我也去 这当然少不了我 我知道你们不放心我 但大家一起去 目标太大 我还是一个人灵活点 速去速回 可是 刚才在攻盘里 我是怎么应对李诗豪的 你们都看到了 那么糟的情况我都能应付 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呢 相信我 没事的 我可不是一般人 哦 也是啊 以一哥的身手 自保问题不大 我们跟过去了 反而变成图油瓶 是吧 你们醉池多久起飞 我估计 李家醉池一刻钟内 就会打到这里 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起飞 嗯 行 我争取一刻钟内回来 如果我实在赶不回来 你们就先走 那怎么行 我们一起来的 要走 一起走 嗯 对 放心吧 就算坐不上飞机 我也有办法离开这里 赶去跟你们会合的 嗯 不管怎么样 小心点 那我走了 你快 小心点 我就说这车怎么会突然撞枪 看来果然是小魔王的解错 也就是说 小魔王是从这边离开的 干嘛呢 这就是小魔王的气息 找到了 你 啊 收不收 有劳儿点 哼 混蛋 你还挺顽强的嘛 这下看你往哪儿躲 赶快解决掉他 我们也去抓彭斌 可非功劳都让别人抢了 啊 你没事吧 你是兵哥的兄弟 兵哥呢 兵哥带我们躲避李家的追击 逃到这里时 两辆车的车轮都中的 一起给翻了 兵哥带我们打反击战 但李家的火力太猛了 压得我们都踩不起头 兵哥就带我们往山上车 但路上我中枪 滚到草丛里继续打 李家大部分人都去追兵哥了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不用 快能动 你快去帮兵哥 好 那你快躲起来 让开 我要见机长 让他再等一下 防疫应该就要赶来了 小姐 你冷静一下 我们真不能等了 李家已经打来了 再耽搁下去 那就谁也走不了了 就一分钟也不能等吗 百小姐 你也知道 一分钟内 方医是赶不回来的 别担心 我相信 他这个奇迹专业户不会有事的 是啊 初夏 不用太担心一哥 说什么 有事的 有事的 吃苦 然后 有事的 是 有事的 男人 我送 你们 有事的 还是有事的 你跟他俩 糟了 这种感觉 天下好像又发作了 放下 你一手来 快点 快点 快闪开 真倒霉 还以为能抓活的呢 知足吧 幸亏他自己死了 不然倒下的就是我们了 习官 我好像听到什么动静 我也是 你 怎么 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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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暂时稳住了 兵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方亦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救了我 我回来找小魔王 正好听到你手下说 你遇到危险 好兄弟 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旁边能有你这个兄弟 直了 兵哥 你这一次受伤 你的内伤复发 我先为你疗伤 之后再想办法离开 有劳兄弟了 是李嘉的人 兄弟 别管我 你快走 不许动 别开枪 是我 兵哥 兄弟们怎么样了 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能找到的就我们三个 我就知道 兵哥你肯定没事 老大 我们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一家背信弃义 我们彭家和他们势不两立 这笔账 我一定会跟历史好算 兵哥 现在疗伤要紧 方亦 兵哥的伤势严重吗 嗯 还需要点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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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兵肯定往这边跑了 给我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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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追兵过来了 哦 方亦 我们去应该追兵 兵哥就交给你了 嗯 走 走 兵哥 快走 啊 是旁闭 快追 给我抓活的 是 兵哥 不用管我们 你先走 继续跑 追兵被我们营走 兵哥就安全了 是 是 嗯 没帮蠢祸 你快被我们甩掉了 不能掉以轻心 破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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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本事 是你 鹏兵在哪儿 少主 还是少主厉害 我不是让你带人去南边搜悬 属下发现了鹏兵的踪迹 才追击过来的 若不是这蠢女人 不小心叫了鹏兵的名字 差点就被他们逃了 跟随鹏兵醉酒 对敌经验丰富的虎妹 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果我是鹏兵 知道敌人在追捕 还会让犯错的手下活着 出了吊户离山记的蠢货 鹏兵一定还在南边 带着这个女人给我追 是 这种感觉 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熊 兄弟 你怎么了 没事 趁云消耗过度罢了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好兄弟 谢了 既然是兄弟 又何必收心 快 快追 公兵肯定没跑远 这什么地方 野人山 我们玉国最有名的凶山 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不过 我宁愿冒险入山 也不愿落在李世豪手里 那走吧 别让同便跑了 没想到旁边竟然逃进了野人山 那条啊 还不如被咱们抓了 当个人质 还有活命的机会 野人山的凶名 可比我们李家还厉害啊 是啊 少主 我们追还是不追 区区一个野人山 就让你们闻风丧难 还如何让人相信 御国迟早是我们李家的 若连闯进野人山的勇气都没有 那还是趁早退出我李家 啊 还愣着干什么 要少主等你们 啊 把人质带上 统统给我进山 是 是 他们追来了 李世豪那混蛋 胆子倒不小 不过 李家还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叶人山最不缺的 就是你的兽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小心 嗯 时间不等人 最好能找个安全的地方 等我打坐修炼恢复了真元 尽快离开叶人山 你快打坐修炼吧 这次换我来手 你快打坐修炼吧 这次换我来手 走着你 你看 你快点 一 好 啊 啊 阿 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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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不是这野狼的对手 这约还没回复 这野狼皮还挺厚 兵哥,你我联手,尽快干掉他 你给我好好待着,看我怎么收拾他 兵哥 小魔王,可算找到你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 你的眼睛 你,你怎么会有真缘 小魔王也是一能车 受伤了吗 还好,死不了 刚才救我的事,松鼠 但是,我说,不是 你不成功 总算是恢复了 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能吃到松鼠打打的肉 小魔王,你怎麼會有真緣?誰叫你修煉的? 兄弟,吃點野味,補身體 算了算了,惹不起 沒想到,就連兄弟你身邊的一隻松鼠都這麼厲害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小魔王也是異能者 你和嘎巴拉有關 你是異能者 接著 大概一百多年前,我爺爺的爺爺小時候 被一個自稱是異能者的老人救助過 那老人家也是用真緣治好了他 那位老人看過爺爺的爺爺骨骼驚奇 不僅傳授了修煉真緣的功法 還把這筆雲鐵刀送給了他 可惜,我爺爺的爺爺當時年紀太小 轉眼就把功法給忘記了 這把刀也就成了那段奇遇的見證 兄弟,你是異能者 這雲鐵刀更適合你來用 不許拒絕,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一把刀而已,算不得什麼 那就謝過兵哥了 把真緣注入試試 我從小就想知道 這把刀除了鋒利一點,還有什麼奇特的地方 這刀刃怎麼變色了 雲鐵刀吸收真緣後形成了刀鋼 攻擊力翻倍 這是 燃蛇 岩山的必然 野仁山的磁場有問題 無法依靠儀器設備判斷方向 一直朝著東南方向走 找到那條河,便能走出野仁山 前提是,我會碰到便衣燃 便衣燃 跟昨天被我斬殺的燃蛇有關係嗎 不 你不知道便衣燃有多恐怖 幾百年前 野仁山上鬧蛇災 上山打獵的村民 被怪物一般的巨型便衣燃襲擊 山下摘在里的村民們 攜手上山圍剿這套便衣燃 結果沒有一個人活著逃出野仁山 萬萬沒想到 這便衣燃對村民們的舉動懷恨在心 趁夜闖入寨層 吞噬了裡面的每一個人 從那以後 野仁山上總能聽到冤死生靈的哭泣聲 再也無人敢青山打獵 逐漸成為玉國有名的惡山境地 兵哥你也說了 那是幾百年前的事 那頭便衣燃不可能還活著 昨天那燃蛇 八成是便衣燃的蛇子蛇孫 蛇這種動物 最是機仇 嗯 被他們纏住啊 那就糟了 有什麼東西嗎 可能是我感覺錯了 別自己嚇唬自己 我們抓緊時間 離開此地 別走那麼快 別走 包走了幾個小吃 先休息一塊兒 好 水潭裡怎麼會有真緣外溢 真緣 哪有 沒看見啊 裡面一定有什麼東西 我想下去看看 唉 還是算了吧 我們要趕在李氏豪追上前 盡快離開野仁山 再說了 萬一水裡有蛇怎麼辦 蘭蛇只是普普通通的動物 真遇上了 該害怕的是他們 小魔王 幫我看著 我的直覺告訴我 水潭裡的東西 必須弄清楚 既然如此 那我陪你去 好兄弟 永難同當 好兄弟 瘦主 這燃蛇裡陰肉厚 死蛋很難將他們打出來 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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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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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殺 你竟然杀了自己人 他本来就活不成了 那就让他的死 变得更有意义 全体集中火力射击 少叔 可我们的人也在攻击范围内啊 让他们为家族献身吧 开火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住蓬斌 告为兄弟们在庭之灵 抓住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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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蓬D 抓住开 到小 去吃 给人 没有 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东西散发出真元气息 别捣乱 看上去 这像是燃蛇褪下的一块蛇皮 这么大的蛇皮 那褪皮的燃蛇恐怕得有上百米 难道几百年前的那头变异然还活着 不可能 那我用真元感知一下吧 兄弟 没事吧 我们快离开一人山 顺着这条河一直走 就能到出口 总算能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 这里的水腥臭 很是反常 小心点 别过来 小心 小心 不过来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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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铜石窝呀 小摩 帮我干嘛 我要下去救兵哥 你想办法 吸引这些燃烧的注意力 还能动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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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东西还真不少 这些燃神又来了 尝尝这个美味吧 快走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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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哥 快到出口了吗 嗯 马上就能出野人山了 别急 我们快离开这儿了 快走吧 有东西跟上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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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变异人竟然是异脑生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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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霍王 保护兵戈 好 好 严肃 五 JO 可是我 皮刀根本撑不到 我心还这么烈 撤下可棘手了 小魔王 你快去帮方医 我能帮复自己 小魔王 好 小某某 快闪开 兄弟 我来救你 别过来 兵哥 别怕 我会保护你 ard�子菊 这是居然的英雄 救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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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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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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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